大家好 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NBA漫漫70余年 很多球员身上都有着丰富多彩的故事 但论起人生经历和故事的曲折离奇 以及球场内外行为做派的我行我素 很难再有人能和Dennis Rodman相敌并论了 七届篮板王 樱木花道原型 防守大师终极篮领 他的身上有着太多的标签 古怪的穿着五颜六色的头发 遍布全身的纹身 车载斗凉的爱情故事 他是史上最大的异类 在NBA职业联盟显得格格不入 但同时 只要他出场比赛 就能为篮球付出一切 篮板 防守和拉击化 都是他赖以成名的绝学 这个NBA史上最大的矛盾体 到底和篮球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作为知名的搞心态大师 他又以何种招式令哪些人中过招呢 今天 让我们走进Rodman的篮球人生 1961年5月出生在纽泽西的Rodman 从小无富 在平民区长大 黑帮毒贩肮脏的街道 这些便是Rodman生长的环境 偷窃鬼混嗑药 这便是Rodman童年的主旋律 同龄人看不起Rodman也不喜欢他 如果没有篮球 Rodman很可能的结局是在毒贩圈子里摸爬滚打 最终以监狱作为归宿 或者 他可能在某一天被一枪带走 高中时 他也只长到175公分 篮球基本功稀烂 连上篮都很勉强 于是没被校队选上 毕业后无所事事的他在机场当守夜员 但死性不改的他后来因为偷窃入狱 这时期他的身高报上到203公分 奥克拉河马州东南大学找到了他 给他打NAIA的机会 NAIA是NCAA之外的第一级大学联盟 由此可见Rodman的大学出身并不高贵 不仅不是名校 甚至都不属于NCAA 在NAIA 他一直打到1986年 期间获得过两次篮板王 并引起了活塞的关注 1986年选秀大会 活塞在次轮总第27顺位选中了Rodman 当他前往底特律报道后 相关人士赞叹道 除了跳投他什么都会 他能防守任何位置任何球员 如果让他连续两个月参加田径训练 他能去奥运会拿奖 Rodman看似魂不令 实则对比赛极其重视 每场比赛后都会去健身房加练 几乎每一天都会抱一大盒录像带回家看 他孜孜不倦地研究战术 研究对手的动作 尤其是投手的投篮习惯 他想以此找出篮球反弹的规律 从而更好地抓下篮板 要知道 后来的著名篮领Ben Wallace都曾公开承认 自己本身并不喜欢篮板球 但和其他球星截然不同 Rodman对于成为万众瞩目的巨星没兴趣 反而对抢篮板的意愿非常强烈 真心热爱抢篮板这件事儿 竭尽全力想把篮板和防守干得出色 Rodman对于篮板球的执念有多深呢 微笑刺客Isaiah Thomas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儿 有一次大家都和往常一样热身 但Rodman却站在一边看 Thomas问他干什么 他说自己在研究篮球的旋转 并举例说 Thomas投篮时球会在空中转三圈 Joe Dumas投篮时则是三圈半到四圈 按Thomas的说法 Rodman知道全队所有人的投篮会转多少圈 以及对反弹的影响 同时时任活塞主帅Chuck Daly 知人善任 给了Rodman极大的自由度 从来不管他场外的乱七八糟事儿 Daddy常对Rodman吼道 在场上干好你的事 只要你能帮球队胜利 我不在乎你是否迟到 Rodman从小无富 只有在Daddy这里 他才能感受到富爱 Daddy给了他关怀和温暖 教会他如何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Rodman因此而终身感恩 用Rodman自己的话说 如果他是一条狗 那Daddy老爹就是将他从笼子里放出来的人 Rodman身处的活塞 是知名的坏孩子军团 这只活塞以刺客为首 服以Dumas Lainbeer Mahorn Rodman Sally Vinnie Johnson等帮手 Daddy老爹挂帅印 这是NBA史上最具传奇色彩 又最具争议性的球队 其原因便是他们暴力铁血的球风 他们用野蛮冲撞和肌肉对抗 向世人展现他们的暴力和残忍 让对手望而却步 球队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个性 但在Daddy的调配之下 却能劲往一处时 为胜利不懈奋斗 在坏孩子军团里 Rodman只是小弟 但他在知名恶汉前辈Lainbeer和Mahorn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逐渐懂得了 防守不只要靠身体素质和技术 还能在心理层面做文章 于是他开始在防守时撒泼玩赖 平凡用上小动作 扣出垃圾话 假摔和表演于他而言更是家常便饭 正因如此 他在制造进攻犯规 成功卡位 成功绕前防守阻止接球等方面 都是大师级 可惜当时并没有具体统计 否则他的数据应该会惊呆世人 小动作方面 他手上的抓脑功夫是一绝 堪称九阴百股爪 据费城媒体爆料 他曾在防守Barkley时 在后者的身上单场抓住27道痕 早在88-89赛季 他就入选了年度一防 下一赛季更是拿到了DPOY 入选了全明星 再下一赛季 他蝉联DPOY 成为史上第二个蝉联这一奖项的球员 91-92赛季 他单赛季抓到1530个篮板 首次成为篮板王 从1988年到1990年 活塞连续三年让Jordan 在季后赛折戟尘沙 自己则连续三年进入总决赛 捧回两个冠军 1989年 活塞横扫胡人 拿到队时首个总冠军 在球场中央 球队成员轮流发言 轮到Rodman时 他哭个不停 直到回家时 他还穿着比赛时的球衣 衣服已经被香槟浸透了 但他就是不换下来 活塞的七年生涯 可能是他人生中 最快乐的日子 不仅因为他在这七年里 两夺总冠军 两获DPOI 收获一次三阵 五次一房 两个篮板王 和两次全明星 作为球队的第四 甚至第五号人物 却收割了无数荣誉 更因为他在底特律 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 但世间万物终有进食 1992年 Rodman此生 唯一视作父亲的 Dally老爹 远走纽泽西 这对他来说堪称晴天霹雳 他陷入了巨大悲痛之中 不能自拔 他后来在自传中透露 那时他一度想自杀 他曾开车来到 奥本山宫殿的地下停车场 手中握着猎枪 犹豫着是否继续活下去 他最终决定不自杀 但我行我素的性格 却变本加厉 他开始把头发染得 五颜六色 涂满纹身 他在1993年夏天 来到了马次 继续入选防守阵容 继续拿篮板王 1993年12月1日 对阵黄蜂 他五头零重 打破了单场不得分 却抢下最多篮板的记录 1994年1月22日 他单场抓下32个篮板 打破马次队史 单场篮板输记录 但与此同时 他在场上场下 都非常不安分 场下 他和天后Madonna 谈起了恋爱 场上 他在对爵士的季后赛中 撞了Stoughton 导致被禁赛 而在禁赛的当天 他在盐湖城的酒吧里边 一边看比赛 一边跟Madonna 94到95赛季 马次迎来巨变 之军更严谨的Bob Hill教练 成为了马次主帅 球队的总经理职位 则交给了 之前担任过助理教练的 一个名叫Popovich的家伙 马次打输62胜的 联盟第一战绩 上将捧起了MVP 一切似乎都很好 除了Rodman 直到1994年12月12日 他才打上自己的 首场例行赛 因为他在季前赛 将冰带狠狠 砸向了Hill教练 被无限期停赛 付出后没过多久 他又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 弄伤了自己的肩膀 到季后赛 他与马次的矛盾越来越深 斯伦对胡人的第三场 他因为抗议出战时间过少 脱掉球鞋躺在地板上 又大怒 整个第四节都未派上他 西区决赛面对火箭 他更是无视了Hill的战术 拒绝帮上将协防大梦 他指出 如果放掉自己队位的人去协防 会让对手更容易得分 上将如果是爷们 就应该自己搞定 后面的事就近乎家喻户晓了 上将在西区决赛 被大梦羞辱 阿尔比斯被淘汰出局 而Rodman也走到了 马次生涯的尽头 再往后的事就更加为人所知了 他被交易至公牛 与Jordan Pippen组成了铁三角 球伤惊人的他 仅用15分钟就领会了 三角进攻的内核 于是无缝衔接近了公牛的体系 他最终随对取得三连冠 成为了公牛王朝的重要一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三年公牛生涯 Rodman在季后赛 将自己心理学大师 搞心态大师的能力 发挥到淋漓尽致 几乎让每一个对位者崩溃 关于1996年总决赛 他的贡献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中 已经提到过 今天就让我们具体看看 他是怎么将超音速内线 Brikowski的心态搞爆炸的 首战 他和Brikowski在内线 卡位缠斗时 受了后者一肘子 随后夸张倒地 骗到进攻犯规 随后他不屑地喷垃圾话 让Brikowski心态失衡 领到两次技术犯规被驱逐 但在Rodman站起身后 他还冲着对方露出笑容 而Camp在末节吃到第六饭被罚下 也是因为Rodman接了他一肘子 总决赛第三场 Rodman继续着他的表演 Jordan罚球时 Rodman背着手一动不动 看着Brikowski 脸上还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 Brikowski怒道 你想挨打吗 Rodman轻蔑回答道 就凭你的拳头 那就像是被蚊子叮了一下 Brikowski心态爆炸 一把放倒Rodman 小虫起身后继续嘲讽 咦 怎么还有蚊子 最终Brikowski忍无可忍 在卡位时对Rodman恶意犯规 再一次被驱逐 关键的第六场 Rodman先是接了Hawkins一肘子 制造其进攻犯规 然后再度在羽人的耳边 喷起垃圾话 被其干翻在地 这一场Jordan Pippen Kukach 三大得分手的手感都很一般 拿下9分19篮板 五助攻三抄截 其中包括11个前场篮板的Rodman 成了大功臣 总决赛结束后 超音速主帅George Carl曾说到 Rodman直接帮公牛赢了两场 Carl教练指的便是第六场和第二场 第二场 公牛全队三分仅21中4 Rodman自己砍下10分20篮板 其中11个前场篮板 并在防守端将羽人防到 18投8中44.4%的命中率 可以说整个系列赛 Rodman都通过他喋喋不休的无敌嘴炮 让超音速阵中球员不堪其扰 向他挥出拳头 Brikowski两度被当场驱逐 堪称最大倒霉蛋 由于Rodman贡献的名场面 过于让人难忘 所以那年FMVP的评选者们 投给了Rodman两票 这也是Jordan生涯唯一一个 未能获得全票的FMVP 1997年和1998年 与爵士的两次巅峰对话 虽然从数据上看 Rodman被Malone打爆了 但他基本全程像牛皮汤一样 黏在Malone身上 让邮差很不舒服 1998年总决赛 他和Malone的纠缠互衰 也成为了经典场面 他们的手脚 无时无刻不纠缠在一起 二人起身又倒地 再起身再倒地 如此反复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是放在如今的规则之下 可能裁判得在他们二人身上 吹无数个技术犯规 或是围体 而他对Malone的那句 一周有七天 一天有24小时 我随时可以搞定CarMalone 也成为经典垃圾化之一 流传至今 这些都是Rodman在防守时的 制胜秘诀之一 看似他全是肉搏 但废人的动作很少 从篮球的角度来说 他的防守水平确实很值得欣赏 他的头脑对局势的预判能力很强 腿则像弹簧一样可以控制自如 什么时候胸很用力 什么时候装一下片犯规 什么时候省点力休息 他切换自如 而且他很少在打架的时候还手 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挑逗的言行 都是为了让对位者动手 一旦对方被激怒被搞崩心态 就已经中了Rodman的圈套了 Brikowski Malone Camp 幼年Shack 太多的人对此深有感触了 更何况他大大咧咧的 还能通过实际行动 挑动起队友和全场观众的情绪 比如迈开大步拼抢篮板球 比如夸张的飞扑旧球等 总结起来 他在公牛时 不仅能在防守端提供2到5号位的单防 和快速轮转虎防 同时在进攻端 他每场能有5.5个前场篮板 以及一手大前锋中 堪称优秀的侧应能力 1996年总决赛 他有好几个抓下篮板 甩到前场助攻奔袭中的Jordan 上篮得分的球 所以 虽然Rodman在刚去公牛时 已经35岁高龄 但他在三角进攻中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 他是典型的队友爱得要死 对手恨得要死类型的球员 Jordan最后一武 三连贯到手 公牛王朝分崩离析 Rodman的最后两季 分别在胡人和独行侠度过 在生涯末年 与Shaq Kobe Nowitzky 和Nash 都做过队友 也算是关于Rodman的冷知识了 纵观Rodman生涯的14个赛季 只有一个赛季得分上双的他 当然称不上强力得分手 但他却能在其他方面 帮助着球队 篮板 防守侧应 以脑袋五颜六色的头发 这可能符合球迷 对他的固有印象 但在某些数据 无法体现的地方 他同样能为球队的胜利 添砖加瓦 就比如他的小动作 他的垃圾化 他对对方球员心理承受能力的把握和拿捏 其实Rodman骨子里 是个需要受到认可的小孩 而且带着属于自己的脾气 只要你能像Dally 或是Jordan一样驯服他 那么无论他在场下的举动 有多惊世骇俗 只要上了场 他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有利于球队的 正因如此 公牛时期Rodman迟到训练 连素来严苛的Jordan都劝着谈试 算了吧教练 他能出现在这儿 就已经很不错了 曾有人发出疑惑 Rodman说破天也就是个终极篮领罢了 为何能拥有这么多球迷呢 因为他的拼劲和职业态度 真的能令很多球迷动容 Dennis Rodman 一个能在四大中锋统治的时期 欺怜篮板王的棋人 一个几乎找不到模板的篮球怪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